大家好,我是Kumo 雲 因為我租了一間新屋 所以要買回家具 其中一個人買了的 是在日本買的 Kulinsu 是在日本 所以買了這個 在香港也買到 但我是在樂天買回來的 它的製造商就是 30 大家也知道香港的水 因為我租的地方比較舊 不知道新樓的去水位 遺水等 忘記了水管 不知道裡面會不會有圓水 或者舊樓用來的水管 都可能會比較髒 所以買了這些就比較安全 其實我已經開箱了 剛才也試過裝 我再拍了一次 其實它就 跟這個 你買一套新的鋁水器 就會跟一個鋁芯 這個就是鋁水器的本體 之後有些 它叫做蛇口位的 我不知道香港叫什麼 其實它有四種 它叫做蛇口的 就回到 鋁芯 裡面的水喉 那個形狀 屬於什麼 就可以使用什麼 這個也有的 其實這個就對應 盒子裡面 射口的 調節器的連接位 看看你的水喉 是用什麼 就用什麼 我們是B 那什麼是B 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已經拆了出來 其實我已經拆了出來 本身B 其實就是 在這裡 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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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裡有個位置 可以讓你轉 剛才我展示出來的 摺口位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示範一次 其實就先用這個 套上去 我們先跟著 對了 這樣套上去 水喉 這樣 我們先放在這裡 之後呢 再把 這個 摺口位 裡面你會看到有一個 黑色膠 你要放上去 不然就會漏水 就這樣轉 剛才我扭出來的時候 比較難扭 這個 但還是要扭實一點 我覺得 如果不是漏水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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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回來 我們先試試開水 看看會不會漏水 都可以的 暫時說 對了 之後就到本體了 其實安裝是很簡單的 這裡 對回這個位置 其實也是轉 很遠 我可能要用兩隻手 看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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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二 一 全 這個,這個,這個 這樣 裝了,那我們就裝濾芯 其實如果比較在新,有些模特兒會顯示到 有些電子屏幕,就算回 它會計算你出水 出了多少水,還有需要幾時換 其實我記得是這邊 應該是這邊 對了,再向右邊 應該會卡一聲的 好了,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其實很簡單 它有三種模式 第二種模式就是 出普通的水 壓力測試一下 對了 第二種模式就是花灑 第三種模式就是經濾芯 不出水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麼方便的 如果大家 不想買 FILLIPPO 想買日本品牌 我也推薦這個 其實網上也有很多 香港品牌也有很多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這隻牌子 看看日後 會不會再拍一段影片 再拍一段影片 用了一段時間後 會不會 濾芯 是否真的會變黑色呢 其實這個位置也可以看 現在很白色的 如果用了半年之後 看看濾芯 是甚麼食物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影片會不會再出 今天就這樣 謝謝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訂閱我 因為我還有其他朋友 同時會有些 遊戲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 和按讚我們 謝謝 拜拜